尊敬的法师 尊敬的诸位学长 大家上午好 法师慈悲 命王川呢 把这几句跟健康养生有关的经文 给诸位学长报告 那如有不妥之处 也请法师 还有诸位学长多多批评 首先请大家翻到六十八页 我们看九十一句 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句 这三句都属于健康养生 这个专题里面的 那健康呢 对于我们的修身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有的时候啊 我们会感觉到 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果身体状态不好 虽然我们的心念很想用功 可是呢 我们提不起经历 也会半途而废 甚至我们中国的医学呢 它有一套很独特的认知 他们认为啊 我们的身体 跟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心念 是互相在影响 换句话说 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 也会影响我们的心念 干扰我们的思想 同样的 我们的心念不正 也会破坏身体的健康 那这些道理呢 都体现在 在《黄帝内经》 这部《中医》最古老的典籍中 那我们简单 谈一小段 内经的一个来由 那《黄帝内经》呢 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称之为素问 平素的问对 另一部分叫做灵书 书是书纽 那么这两部分呢 各有81篇 组成了 一直到汉代 这一段时间整理出来 那其中的思想呢 可能更为久远 根据经文的记载 能够推到皇帝时期 皇帝跟 齐伯天师的一个问对 还有其他诸多臣子的一个问对 把医学的原理原则 还有方法 还有一些重要的理念 就记载在这部经典中 也是我们 传统医学最重要的 经典 那么在 内经的灵书 就是它的第二部分 有一篇呢 叫做口问 第28篇叫做口问 嘴巴 口是嘴巴那个口 问对的问 里边呢 就把病的 人会得病 这个古今中外 大家都会想知道 人为什么会得病 那么这里边呢 就告诉我们 福百病之始生也 我们说病有百种千种万种 那么病啊 它的种类是一直在滋长 我们看这个疾病的消失很慢 我们现在医学讲 人类为了跟疾病做这个斗争啊 通过疫苗的技术普及消灭了天花病毒 那么人类消灭的病毒的种类啊 可能一个手掌 手指数就能数得出来啊 但是新产生的病毒的种类啊 那超过人的想象啊 所以疾病呢 它是越来越多的啊 越来越产生一些新的种类的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新冠 就是之前没有过的一种病毒啊 那这么多的疾病啊 能不能够看到它的根源呢 那我们古人呢 非常有智慧啊 就告诉我们了 所有的疾病都是生于风雨寒暑 这是讲外在自然的气候 一些突变超过了我们身体的耐受度 风寒暑是造火啊 大家说呢下雨能导致疾病 是不是我一下雨就要 就要躲到屋里不敢出门了呢 那这里是超过我们人体的平衡 超过我们耐受的极限 比如说同样一场雨啊 有的人呢淋完了 觉得很清凉很舒适 有的人淋完了呢 回去就发抖感冒了 那对于后者来说 雨啊对他来说 超过了他的耐受 那么古人命名为淋 淋就是过分的意思 范仲彦先生说 淋与非非 淋超过了 那超过了对我们来说 它就不是一种自然环境 自然气候了 它就称之为邪 正邪的邪 那就对人来说 超过我们的身体的平衡机能了 称之为邪 我们称之为淋邪 那如果没有超过我们的调节机制的可调范围 那它就是一种自然的环境的变异 接下来呢 还有呢阴阳喜怒 阴阳也是指的这种邪气 比如说我们被热邪侵害 天太热了 我们会觉得口干舌燥 这就为阳喜 气候降温了 冷了 我们觉得身体发冷 各种不适 那就为阴喜 那么风雨寒暑阴阳 都是外在环境对我们的影响 接下来呢 还有内在的因素 喜怒 喜怒是植物 用两个情绪代指我们的七情 乃至于我们诸多的情感的不动 我们都称之为七情 这里用喜怒为代指 还有饮食居处 饮食关乎我们的健康 人磨不饮食也 每天呢 我们三餐 两餐 可是怎么吃 怎么喝 哪些食物对身体 有哪一些影响 可能我们未必清楚 上一个周 我上 分享鼓琴课程 有一位学长就说了 像我之前 他说今天有一点不适 所以导致可能课前准备 有一些不充分 我就问他 你哪里不舒服 他说 我突然呢 吃了一些不合适的东西 腹泻 我们大家应该都有类似的经历 那请问大家 有没有人觉得这个食物 你明明知道它有毒 你能知道它的危害 我们还很开心的去吃 那 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那一定是怎么样 在美味 在我们喜欢的五味的包装下 让我们觉得它很可口 结果吃进去以后 身体才接受不了 那么对我们来说 就成为一种治病的邪气 所以饮食 也关乎健康 居处 居处呢 我们最常讲的就是风邪了 比如说我们读书 古代读书人一定要戴帽子 避着惯 因为人在安静的时候 头脑在高速运转 在专注的时候 人是最怕风的 这个时候一丝丝 风的侵袭 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 你说我没有觉得什么损伤 我经常举的例子 我们都戴上眼镜了 这个罪证已经呈现了 我们就逃脱不了 为什么 一定我们的肝胆经里面有缝隙 不然我们的眼睛是不会被 变成这样近视的状态 一定肝胆经中都有邪气 那你按压这个侧面的胆经 这边都会有明显的压头 你跟按其他的头的部位是不一样 甚至有的读书人 我们汉学院的同学也有 他用功一多了 他头就会痛 那这就是风邪对人的影响 那风邪怎么来的 跟我们居处的关系很密切 我们古人说后背最怕风 我们窗户开在后面 你如果开的大一点 影响反而小 开的小一点 那个窗缝之间进来的这个风 这种气流 格外的伤人 所以黎冰老 他老人家在读书的时候 一定要把门窗关得很严实 不会让有缝隙进来 甚至古人还戴帽子 那我们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卧室可能也有风 那这些风进来了 日积月累容易造成鼻炎呢 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这是拘处 还有呢 大惊 祖恐 这是讲突然的一种 外界的刺激 导致我们突发的情绪 这个是不受控制 我们被惊吓到了 被一些环境境界给恐 吓得恐惧了 还有这种突然的打击 这些属于内意 所以呢 根据灵书经这一段经文 所有的疾病啊 不外乎外内二因 外面的因素 就是风寒 风雨寒暑 阴阳 内在的因素呢 喜怒惊恐 饮食居处 那么这种内外的因素 作用于哪里呢 作用于我们人体的 淫胃气血 阴阳经脉 我们人体有气有血 气血组成了我们的形体 我们有十二经脉 通行于脏腑和身体的各个部位 这些致病因素 作用在这些部位 导致人产生各种各样的疾病 轻的干扰我们的情绪 比如说内经讲的 阴阅寒 欲如运输 起居如惊 神气奈福 我们受寒邪了 我们晚上睡觉 有一个典型的表现 一受了寒血 这个时候身体会不会放人不管 那不会的 身体一定会暴击 阳气就开始浮出来 要把它驱散掉 那如果还没有马上驱散掉 这个时候阳气往外浮呢 这个时候会带着我们神气 我们的心神也跟着往外浮 那这个时候我们哪怕是在休息中啊 会觉得睡得不安的 所以你晚上啊 如果寝室有风进来了 你觉得凉 你虽然可能睡着了 大家有没有体会 醒来以后感觉很累 好像没睡够 那平时呢 可能睡这些时间都很充裕 结果你一受寒呢 觉得哎呀 好累 虽然睡了足够的时间 但是感觉仍然疲累 那其实阳气 在跟寒血做斗争 带着我们的心神 不能得到有效的修养 那么它再进一步往外浮跃 会引起像发热啊 引起一些相应的症状 我们才知道哎 我生病了 那在这个之前 我们气血的变化流动 我们如果心粗的话 未必能感受得到 所以呢 在群书之药 休息之评的智慧这部书中 引的这些经句啊 是在这种细微 毫漠 还有我们感觉之前 跟我们做一个提醒 有没有人说 我很希望发烧39度 38度 症状很重了 我才认识疾病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 我没有病啊 不要让它出现这些症状 在之前进行一个预防 请看91句 91句可以说是我们健康养生 这几句的一个总纲 我们看核神器 惩思律 避风湿 解饮食 事事欲 此受考之方也 我们刚刚引用了灵书经了 大家应该就很熟悉了 这里核神器 乘思律呢 是指的针对我们的内因 我们刚刚讲了 情绪的波动 外在的刺激 会让人失去健康 那么内在的因素呢 我们通过调和我们的神器 乘是指的克制 惩治 克制我们的思虑 因为思虑过多 难免会诱发七情 大家说思考还有错吗 思考没有错 往往思考中会带出情绪 所以古人为什么要学诗啊 为什么要学乐呀 他就通过发忧思 把我们藏在这个思虑底下的那些 明显的情绪的念头 让我们看得更清楚 甚至直接就给我们 悦呢 他是直接就给我们抒发出来 让人不会被这些情绪给困扰住 所以我们就有体会啊 你本来心情很平静 你觉得还好 我也没有什么激情 你吟一首诗 或者听一首好的音乐 唱一首好的音乐 你唱完了 会觉得心情特别的愉悦 比刚才我们认知的那种平静状态 对比会明显的呈现一种愉悦 一种平和 那么这说明我们刚刚认知的那种平和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七情 这种细的念头藏在里面 我们认识不到吧 其实里面是有的 那怎么办呢 就要通过失乐的熏修 把这些情绪抒发出来 所以很多人不理解 说古人我们看李老的世界树堂 里面还有什么春院啊 这古琴曲里面有春归院 秋归院 长文院啊 离骚啊 有那么多的情感 有的人觉得我每天挺平静的 我没有那么多情感 其实很多情感是藏在里面很细的 当然没有到像屈原夫子那么的悲愤 也没有到陈皇后那样的悠悦 但是呢 我们借由音乐 借由诗 把我们这种很淡的情绪给他透发出去 心就回归平静 和神器 调和我们的神器 克制这些七情 我们的内就稳固 我们就不会被七情 被这些情绪给干扰 我们的五脏就能得到一个安 一个调和 一种 呈现一种安事的状态 所以皇帝内经的素问 有一篇 一篇 那么一篇呢 是指这篇幕本来已经失传了 后来到了宋元时期啊 又被有人给发现 又给公布出来 这篇叫次法论 他说 故要修养和神器 那我们要保证健康啊 要通过我们的修养 来调和我们的精神世界 道贵长存 我们心里 装着道啊 像法师教导的 我们多念阿弥陀佛 多念圣号 我们心中置于道 你存在道以后 心念也不容易 过多的浮动 补神 人固根 精气不散 神手不分 补神呢 像我们中国人 武修 就是一种补神的方法 当我过于疲累的时候 通过适度的修洗 叫旧气 来节制住神的一味的消耗 所以中国人养生 很重要的是一个节这个概念 节制的节 我们饮食要有节 你遇到美食啊 哎呀 这个蛋糕很喜欢 忍不住多吃一口 它有可能就是灾祸的来源 我们要节制 我们遇到好神的事情 需要经常用电脑 需要经常思考 过于好神了 人会很疲累 用睡眠来节制 那睡眠也需要节制 你睡太多了 久卧伤气 也要节制 所以时时处处 透着这种节制的概念 所以通过补神 雇注我们的人体之根 让我们的心念守住正念 精气不散 神手不分 我们的心念 才能守住 不被外在的环境干扰 所以张志聪先生 在注解这段经文说了 思虑 喜怒 悲忧 恐惧 我们刚刚讲的七情 思 思考 过度的思考 虑就是有一种担忧了 思虑 有一种得失 或者对它结果的一种担忧 喜 过度的快乐 甚至于狂欢了 这都变成一种情绪的干扰 怒 悲 忧 这种忧比虑更严重 它带着一种 这个忧中其实有着悲的一个成分 悲忧 所以古人经常把忧跟悲并成 还有孔和惧 孔是比较严重 惧就是我们说有压力 那这些呢 都能伤其心脏之神奇 都能伤到我们的精神 破坏我们精神 所以会让人神不安 会让人感觉精神不济 所以以前我们中医老师收徒弟 我们问老师你有什么标准 老师说把把脉 我们当时觉得好神秘 后来才知道老师把脉看什么 看我们的圣经根本顾不顾 看我们的心神安不安 我们神安了 学习的效率才高 你神不安呢 大家很累的时候 思考问题 有没有说 突然我来灵感 来灵感的时候 必是神安的状态下 有没有人说 我在病中突然有灵感 思如全有 或者我在疲累中 几乎没有 好 那接下来呢 避风湿 解饮湿 这是针对外阴 所以我们中国人 这个通过衣着来避风 尤其是戴帽子 护住这个后面的颈椎 大椎穴来避风 那有的地区的老百姓 没有这个概念 他们喜欢穿着短裤 我以前在澳洲 我看到他们冬天跑步 上半身穿一个羽绒服 下半身是一个短裤 其实风寒就进入到膝盖 他到晚年膝盖就会受伤 所以我们去澳洲养老院 老年人很多都是坐轮椅 你问问这些老年人 年轻的时候爱不爱运动 也蛮多爱运动 那为什么这么喜欢运动 还是最后要坐着轮椅 这里面就值得思考 他不懂得避风尸 湿血也不好避 比如我们来到这里了 他经常雾蒙蒙的这种湿血 怎么避 我一开始我生活在北方 我们当地是比较干燥 山东嘛 比较干燥 而第一次到南方的时候 就几乎每个月感冒一到两次 我当时就非常的沮丧 我说我一代中医生 搞得自己每个月都感冒 每个月都要吃中药 也查不出个问题来 我就很沮丧 就开始找原因 后来找啊找啊找啊 一次无意中当地人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北方 一下雨就喜欢打开窗户 因为觉得有新鲜空气进来 有一次当地人就告诉我说 哎呀你不要这样 这个湿气会进来 说到时候你这个地面也会潮潮的 人也会不舒服 他那一句话突然点醒了我 哦古人说湿之众人于无形 湿血众人人感觉不到 尤其是我们毛孔比较疏松的 你摸摸自己的皮肤啊 很松软 平时也容易出汗 一有一点风吹草动 人就会有感觉 我们的臭理皮肤疏松 你非常容易被湿血侵入 那湿血从哪侵入人呢 它跟风不一样 风属羊血 它往上走 所以我们保住头部 颈部 基本上风血会不受影响 你说我穿着短裤呢 你会感觉到冷的 我们讲的是 你感觉不到的情况下 保护自己 那风为羊血 羊从上 湿为阴血 阴从下 所以湿血是从我们的脚 我们的腿侵袭 所以我后来就发现 我因为感觉不到冷 我们在北方 我就穿这么多 其实这个时候 湿血已经暗暗的侵入 所以后来发现 腿部要保暖 我后来就调整了标准 我上湿气重的地区 我以感觉不到热为度 就是我再穿多了 我会觉得热 那我就减一点 我觉得不那么热 就叫不冷 那在北方呢 我们觉得不冷就可以了 因为它干燥 但是在湿气重的环境下 我们觉得只要不热就可以 脚部 脱鞋 袜子 要够厚 这样一保护 就没有再感冒 所以 这个 宝贵的教会 得来也不容易 这个湿血众人 于无形 这是外面的 节饮食 通过饮食的节制 说我忍不住 想吃冰淇淋了 想吃这些 后味的食物了 那我们的胃肠 就一次 在我们一次一次的 忍不住中 一次一次的 受到创伤 你也不知道 它哪一天 达到了极限 人就会呈现疾病 乃至于 夺取生命 所以我们在课程中 也经常讲一个案例 就22年的时候 福州发生的 一个真实的案例 有一个男生 他19岁 刚刚参加完高考 成绩还不错 好像是一本 还是985 我忘记了 那这个男生 是家里的独子 也很喜欢运动 我们想象一下 作为父母 孩子高考 成绩又不错 孩子19岁了 大好的人生 展现在他面前 父母应该是很欣慰 那这孩子很喜欢运动 他每一次打篮球 他都有一个习惯 运动完了 要喝冰水 冰的饮料 他喝了也没事 所以他就觉得 没有问题 他不懂得冰的饮料 对人的伤害很大 然后他有一次 参加完高考放松 当时我记得 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还在福州 那段时间特别热 都高达40多度 那我们想 这么热的天运动完了 肯定人很想喝冰的 他在一次运动过后 同样喝了冰的饮料 结果他就感觉 胸口发闷 就蹲下来 过了一会儿啊 他就越来越不舒服 人就趴在那儿 然后旁边的 一起打篮球的朋友 就发现了 感觉不对劲 就给他打120了 等120急救车来的时候 这个人就已经昏倒 后来去抢救 就是我们说 上救护车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 气绝身亡 所以我们看 他也没做什么 大的措施 就是一个喝冰的习惯 超过了人的耐熟度 所以那一年 22年的夏天 中国国内特别热 所以我们新闻中 我有注意查找 好多粒还有外卖员呢 因为太热喝冰的 引发吐血 吐一两千毫升 这个我们古人都懂的 古人给这个行路 走远路的人 不会给他喝井水 因为井水凉啊 他喝着这个 倒不是冰了 他只是凉 喝进去以后 他会引发这个 胃部的出血 他其实是什么呢 是冰的东西 一进到人体 人的胃的能量 是最强的 阳明经多气多血 人发现了冰以后 会把所有的能量 聚集到这里来 要把它给温暖过来 那阳气突然聚集在这 所以你阳气越足 越健康的人 越危险 你说我年老体衰了 喝一点冰啊 那是慢性中毒 你年轻气盛 阳气足 那个阳气聚集过来的量 会很大 那么阳气过于聚集 会引发出血 会引发其他部位阳气 好像我们是 呈现这种真空状态 其他的部位阳气 会突然骤见 这个时候人就 极具容易失衡 引发一些病重 你说暴毙很恐怖 慢慢的危害 就是导致翻胃 古人家的胃癌了 大家看医道里面 许君的老师不就得翻胃 翻胃这个病 现在讲的就胃癌 那之前翻胃 为什么叫翻胃呢 喝冰的以后 引发我们脏气的扭转 脏气就不正常了 它会发生一些扭曲 在内脏中 然后通过扭转 人就容易恶心 所以经常吃冰的人 有体会 你吃一段时间 感觉身体受不了的时候 你会觉得 比如你刚吃完冰 你遇到食物 热性的食物 你会觉得恶心 不想吃 你还想吃冰 再严重了 这个恶心变成常态化 人的胃口就越来越差 吃饭越来越少 最后就慢慢 胃部呢 你摸摸这里就有硬 硬硬的感觉 那再严重了 就到胃癌了 所以这是 接饮食的重要性 适适欲 那适适欲是一个源 我们的嗜好和爱好 本身呢 它是不是直接导致疾病 它是一个致病的因缘 所以前面 这四句讲的是 内因和外因 这一句讲的是 致病的一个源 所谓的物随适欲 无量寿经讲 那么适欲会导致什么危害呢 我们看九十三句 这一句就是讲的 要 这一句讲的是 疫情啊 要抑制我们的这种 内在的情欲 抑制我们的这些嗜好和爱好 这句来自于爆铺子 爆铺子是葛洪先师 葛洪是修宣成功的人 所以他的书很有权威性 他修成了 白日飞升了 当神仙去了 在这个江西九仙 九仙山附近 好像 在江西那里 说 目之所好不可从也 耳之所乐不可顺也 这里应该做顺字 鼻之所喜不可认也 口之所示不可随也 心之所欲不可自也 前面是讲的 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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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我们的眼耳鼻舌意 这是我们所有捕捉外界信息的渠道 所以眼耳鼻舌身意 这里是通过五个 指我们外面的一些信息 对我们的内在的影响 那么下面呢 是讲它的影响是什么 前面是这一段是讲的危害 不可以这样 下面是讲的是什么 顾获目者必易容显早 易容就是很美丽的面容 包括我们喜欢的看的东西 美色啊 甚至于延伸到我们贪恋的东西 现在讲的短视频 欲罢不能的短视频了 就是这种易容 显早 显早是形容衣着 对女生来说 看见漂亮的衣服 容易让人一下子被吸引住了 这是祸目的 那你不可从了 你从了以后呢 心神一直停留在这儿 轻的是干扰我们的心神 再严重的通过神 耗我们的气 耗我们的精 甚至引发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惯 习气 那最后就形成 你经常这样做 就变成我们的嗜好和爱好 所以你看一次 美色美浮 不会形成爱好 两次不会 几次以后 它就变成我们的一种习惯 你会不看 觉得受不了了 这个时候就 它就会引发疾病 接下来呢 或而者必 言音 言声也 言音 言是指的 美好 那么还有一个词意呢 是媚 所以这个声音呢 我们今天讲 为了登到这个 大众流行榜的榜首 它要媚 要取悦大众 那这样的声音 就不是以 护念我们心念为目的 创作的音乐 那这种音呢 称之为言音 音声 那五音呢 古人是要正确的使用 五音要相和 而现代流行音乐的创作 它就是以不和谐音阶 为它整个流行乐发展的 一个基础 它就是要不和 突破传统的束缚 才能让人产生一种刺激感 所以这种音声啊 就会刺激我们的耳朵 耗我们的盛起 货彼者 必止慧 分腹也 止啊 是指的中药 白止 慧呢 是指的慧蓝 配蓝 这是古人的天然香料 然后现在还有合成香料 分育 分腹 是指的香气浓郁 这种 味道的刺激 香的刺激 让人祸比 所以我记得有一次 前两天我们去伦敦 我们去这个 乘这个电梯的时候 有一个外国的女士 她进去以后 我突然就咳嗽了 我觉得有一点 有一点不舒服的反应 就是闻到了 她的香水的味道 那么她如果闻得不舒服 她会喷吗 在她的眼里 那是什么 那是分欲 那是指慧 可是呢 她因为长期 瘫着这个味道 她逐渐逐渐 我们说 我们就失灵了 你看这个瘫色的人 会越瘫越淡薄吗 她会越瘫越夸张 瘫声音的人 她会越听越刺激 最后要走向重金属 走向这种死亡的嚎叫 你没有人说 越听越淡薄 最后大音牺牲了 不会这样 那摊着味道 它会越来越丧失这种感知力 人会越来越沉迷到其中 那在一个不那么摊这种味道的人 感觉是一种 我们都感觉像是一种异味的香气 她反而觉得 可能还很不错 很喜欢 所以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 人沉迷到世欲中 就丧失这种判断力 祸口者必真修加之也 这种真修美味 加之呢 出自于诗经的 而酒即止 而谣即加 这种酒谣 那贪吃的人也没有越贪越淡薄 最后喜欢上 最味醉淡的 请问大家是什么 食物 对 水呀 味醉淡的是水 古人连水都能分出味道来 苏东坡先生 命童子取江心水 童子取了以后洒了 反正都是水 边上摇摇也一样 结果读书人敏锐 一泡茶 味道不对 我自己也做过测试 我们当时在厦门住的时候 有泉水 我就取上午的泉水泡茶 下午的泉水是因为上午起晚了 没及时打 有一次下午去取 感觉上午的泉水 有生发的力量 下午的泉水 那个气就往下沉降 我去贵州的时候 贵州的水就有明显的 金的那种收敛的力量 我相信英国的水也会有这种感觉 那温暖地区的水就有生发的力量 一个淡味的水都有不同 古人是墨分五彩 所以当年张大千先生跟毕加索先生见面 毕加索先生说 你们中国人是跟我们法国学绘画 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一个墨都能分成五彩 我们还要用各种各样的颜色 来去增加它的含量 你们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所以后来张大千先生送给毕加索先生毛笔 很好的毛笔 毕加索先生非常开心 很喜欢 所以我们要了解 那祸心者呢 必势力功敏 这种名利的刺激啊 让人呢动心 所以这里是讲的 目好 易容闲早 不可从 耳容易好 言音 吟声 不可顺 鼻容易好 只会吩咐 不可认 口容易誓 真修加指 不可随 心容易欲 事理功名 不可自 这里我们根据它的属性 把这个观念词画出来 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比较 比较容易受持 比较简单了 那五者必获 要是五 有一两个人就很麻烦了 五个同时诱惑一个人 我们想想一下 会怎么样呢 具体的案例就是咒王 咒王的体力很好啊 力能够扛这个大梁 他也不可谓不聪慧 这样的一个优秀的人才 我们说的这个文武全才 那为什么把国家搞到灭亡 自己还生死露台呢 就是他五者必获了 五种诱惑俱全了 每天熏悉 那祸成之祸 这个时候灾祸 就随着这些嗜好潜伏 为身患者不亦信哉 所以古人提醒我们怎么办呢 要一情也 是以其疫情也 我们要压抑自己的这种贪欲 要拒乎 提防之 悖绝 好像那个大梁要被冲垮了 那样的小心 其欲性也 过乎俯配之成本 这个我们说的刹车都失灵了 刹车片不太好用 车速又在120 那你一定要很小心 没有人说 没关系了 我再加速加速 加速到160 这个时候 你又在这个车流中 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们现在讲 俯配之成本 大家印象不深 我们讲刹车不太好用 又开很快 大家比较好体会 所以这个时候 人一定是非常的小心谨慎 不敢有一丝的马虎 这个握着方向盘 一点都不敢乱动 故能内保永连 外面信雷 避免内在呢 保住我们的生命健康 外面避免这些过失 引发的罪灾祸 来给我们带来不好的影响 所以事事欲 这是讲圆上的一个控制 那不仅是受考之方 我们翻到91句 不仅是受考之方 也是治国修身的方略 我们看92句 92句论的是本末 我们讲 群书之药 法师也经常讲 我们一定要明白本和末 我们现在人 很容易在末节上用功 忽略了根本 这一点是强调的本末 摘自文子 我们看 置身 太上养神 其次养形 我们说 中医把人体分为 形器神 三个层次 这一点跟现代医学 有很大的不同 形啊 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 三维空间的形体 这个全世界的认知 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这个形体了 我们就 人就不复存在 那人体 生命的运行 难道仅仅是一个形体吗 其实我们生命的丰富性 有的时候超过人想象 我前几天看了 现在科技比较发达 我们有的时候 也借助科技学医学 前两天看他们一个 高清的模拟动画 我们都知道心脏是在跳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学医的时候 我脑海中认识人 就是心脏在啪啪跳 我印象中 其他的脏腑 基本上属于 微微的动或不动 我那天看了一个动画 我们心脏在跳 我们的几根大的动脉 也在各种跳 我们的静脉 也在时刻的跳 而且心跳 引诱着我们的脑脊液 我们的脑液 脊髓液 也在像心脏一样 这样冲颖上去 冲颖上去 所以我们生命的状态 形态是刹那在运动的 它除了一个 我们现在对医学的认知 停留在一个不变的人体 为什么 现代医学建立在 解剖学基础上 那个人是一个安静的 不动的 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他找不到 经络的现象 也找不到气的现象 更找不到神的现象 你找到神的现象 那个人是活着的 你一割 他说好痛啊 他不会让你割开的 他是没有感觉的 所以这些生命的状态 是发现不了 我们很容易就着眼在 那个有形的形体 而忽略了 他这种运动是一种趋势 那在这之上 还有没有生命的形态 我们古人讲 还有能量的变化 我们额部的温度 掌心的温度 脚的温度 内脏的温度都不同 这种细微的温度的变化 是能量的一种趋向性 这里边也反映着生命的状态 还有呢 还有神的变化 我们的这种精神世界的 一种偏移偏向 那这形器神 构成了我们中华医学 认知人体的一个层次 所以有的人说了 我跟大家经常举的例子 我说你今天觉得很疲累 今天的王某某啊 疲累 昨天的王某某有精神 那今天的王某某 跟昨天的王某都去医院抽血 你测出数据 因为两天嘛 你去体检 很有可能数据完全一样 那如何体现疲累 这说明啊 我们体检的这种生化数据 影像学数据 反映不了我们身体的 全部的信息 疲累是气不足的感觉 你说我思考不出来了 我的脑袋觉得卡住了 那你去体检 能不能查出一场 你说我拍拍脑部CT核磁共振 是不是大脑缺损了呢 被病毒清洗 没有 一样的 但是呢 玩游戏会让大脑看见形体的缺损 这个美国和韩国联合的一个实验 找了志愿者 连续玩十天 每天只玩一小时 我经常问年轻人 我说你们觉得这个量多不多 同学说不多啊 每天只有一小时 玩十天 好像还很有节制 那美韩科学家发现在这样的一个量下 志愿者的脑部CT 呈现跟毒品依赖者一样的区域的病变和缺损 跟重度吸毒者的头部的脑CT很像 在四个部位出现异常 它不仅干扰到了无形的神 它已经干扰到形体 所以我们的疾病最早是从哪来的 从神的异常 这个人我们说我们武德不全 我们的烦恼太重 他就已经病了 这个病啊 我们后面讲只有扁缺的大哥能看得到 只有佛陀这些大圣人能看得到 像我的医术也看不到 我也觉得好像这个人还很健康 那这个时候治病化人于无形 化于无形 我们这样讲 大家太抽象 请翻到279页第308句 我们对应92句看一下 这是摘自于何冠子的一段经文 这个是庞宣跟卓湘王的一个对话 卓湘王问庞宣怎么治国 庞宣这个隐世很有智慧 他不跟皇帝讲治国 他跟皇帝讲明医怎么治病 用治病比喻治国 这里是讲到最后了 庞宣说 王独不闻 魏文侯只问扁缺也 说湘王啊 您没听说过魏文侯 跟扁缺先生的问对吗 也是那个时期的 约 子昆第三人 这是魏文侯约的 文侯跟扁缺问呢 说你们兄弟有三个人 谁的医术最高啊 这个大家想想谁的医术最高 当然扁缺了 扁缺的名气最大 你都不知道扁缺大哥叫什么 是吧 对啊 千古都是扁缺扁缺 我们学校有这个扁缺的画像 从来没见过扁缺大哥的画像 那一般人就会觉得扁缺医术最高 结果扁缺先生说啥 说掌兄最善 说大哥医术最高 忠兄次之 二哥呢 差一点 扁缺最为下 我医术最差 这个就跟文侯和大家心里的预期不一样 文侯就觉得可得文也 愿文其详啊 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扁缺就说了 掌兄于病是神 未有形而除之 顾名不出于家 我掌兄怎么看病呢 他看人的神 调人的神 这个在《黄帝内经》里面 就有著由之法 所谓的避护色诱 朔问其情 以从其异 离兵老开示这段 就像我们念佛 要射受眼耳鼻舌身意 全部身心细念在这句佛号上 这是治神之法 未有形而除之 那神看得见吗 看不见 但是有没有可以看得见的方法是有的 古人通过忘记文声来厚知神 这个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幼儿园的小朋友还不太会撒谎 他有一天做了一件坏事 比如说打破了一个杯子 我们问他 某某同学 杯子是你打破的吗 可能他不承认 不是我 有没有人理直气壮 不是我 不是我 你听他的声音就知道 哦 他心虚 这个是神 通过语音的细微的变化 通过颜色 你看他的脸色 就能知道他内心神的一种状态 那这个时候 通过神来调整 病就治好了 那人都感觉不到 所以他的名不出于家 小贩为人知道他 大部分人可能还不一定相信 那第二个呢 他的二哥治病 我们翻过来 中胸治病 其在毫毛 在这个皮肤的层面 在这个毛孔的层面 在经络的层面 就能够治疗了 这个时候是用针刺的方法 小针之道 在调气 这个是灵书经啊 皇帝先是给我们留下来的法宝 用针灸来调气 这个是治气 那么有的时候 人的感觉也很细微 比如说我们扎完针 针出现寒热的变化 很细微 很多 那知道的人 就比大哥要多了 但是也大部分人不了解 所以名不出于履 就是在一个小巷子里知道 形容范围大了点 但也不是很多 那扁鹊先生啊 他能够缠血脉 能够通过针刺的方法 缠离血脉 投毒药 通过中药 来调节 当底五脏 割肌肤 这是讲的手术的方法 来割裂肌肤 我们想象一下一个人 这有个大刘子 你看扁鹊来了 一顿弄 最后没了 每个人都看得见 现在的词叫做 有图有真相 你这么大个刘子 没了 一百个人一百个人 都要竖大拇指 扁鹊医术太高明了 我亲眼见到的 那么大的 没了 人人都知 所以名出文语诸侯 但是这是最后的一个层次 治疗的代价是很巨大的 而且对医术的要求是很高超的 那我们如果遇不到扁鹊 如果我们的体能不足以在最后的层次 支撑这种剧烈的手术 割制这种组合的用药 那我们什么时候把疾病处理好最好 请问大家 有没有人说 我就要等到扁鹊医那时候 我就很喜欢割肌肤 吞毒药 然后治好了 这样让人家都知道我治好了 没有人喜欢这样 为什么 你做过这样一场治疗 人的生命的状态会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92句 太上治神 太上养神 其次养行 大家就能体会 我们最好的办法 通过神安 不要伤到行 你说已经长了一个肿瘤了 怎么办 中医也只好割肢 如果毒药 我们中医的方法 毒药去不掉 针灸去不掉 我们也没有办法 也只有割肢 这个时候就跟现代医学达到一个共同的认知 也只有把它去掉 所以我们以前治疗子 治肿瘤有一个经验 这个肿瘤在两三厘米之内 长期服中药 我们感觉至少以我所认知的 我们的这个大概的医术范围 还有可能 你到十厘米 八厘米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也会建议病人去手术 当然可能有的医生 医术更高 但是他的治疗总有个边界 总有一些 你是药物达不到 也没有办法 所以太上养神 其次养行 你不要只在形体上作用 吃东西 我们经常讲 你不要翻过头 看这个有效成分表 对着这个吃 这是在养行 要去体会那个细微的变化 体会那个无形的变化 神清一平 百结皆宁 神清是指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念头清净 一平是指我们情绪 情绪平和 这个时候 我们的整个的经脉 也是顺畅 我们的经络气血运行 是一种最佳状态 我们经常用高速公路 比喻人的血管 经脉 我们说这个 高速公路上 从来不堵车 你用高德地图打开 都是绿色的 你开启车来 这个运输物资 包括你要出门 都很方便 如果哪一段都是堵的 那人可能都很痛苦 整个社会的运行效率都很低 同样的 我们人体在心念 很复杂 情绪不平和的时候 我们的经络运行速度 会像高速一样 它会过快和过慢 这个时候会导致塞车 会导致气血的组织 比如说它过快了 气血会聚集到某个部位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又受到寒暑的侵袭 这个部位就会形成肿瘤 癌变的病疫 过慢也是同样的道理 养生之本意 这是养生的根本 本于养神 非肌腹 这是现代人都能体会 大胖小子 这个孩子长得胖乎乎的 很健康 这是一般人的认知 形体饱满 或者现代人更高级的认知 我通过健身 全身都是肌肉块 那是不是代表健康呢 至少不代表多病 但也不一定 绝对代表健康 所以我们经常举例子 中国那个跑酷创始人 他是这个 曾子丹先生的 还是谁的替身的 他是武术替身 也会武术 也是跑酷运动的提倡者 39岁就猝死 今年6月份 他很健康 他的身 肌肉各方面 体脂率都很低 但是呢 突然间就离世 也引发大众 对健康是什么一个思考 冲肠腹 有的人说 我吃营养品 各种补品 都补 供适欲 这是讲的 你顺着自己的适欲 有的人说 我爱吃什么 就多吃点 好像这样就健康了 这都是养生之末 这没有抓到根本 我们在末上用功 用的力量多 取消少 好 以上呢 就是这四句 91 92 93句 还有后面 308句 我们对于健康 养生的一个 大概的论述 接下来看看 法师有没有什么补充 同学长们 有没有有提问 有问题 大家可以提出 思雨同学们有请 你好 思雨这里有几个问题 因为时间的问题的话呢 就想请问一下 一个是 就是我们每天都会生活 我们现在是两个人一间宿舍 然后的话呢 宿舍里面 其实经常会感觉比较闷 然后那么刚刚讲到说 开窗通风 对 这一个风 应该我们怎么样开窗 是一个比较健康的 或者是说 人在里面的时候 如果想要开窗 怎么开 然后或者是要怎么样穿着 才能够不去 不会被这个风寒所感染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 因为最近 现在也有运动 那么刚刚也有说到 就是在澳洲的时候 你说穿短裤运动 可能就会着凉 那么那个运动的话 我们的穿着可以怎么样穿 然后 然后先这两个 应该比较实际一点 好 谢谢思雨 请坐 问的很实际 我就快速回答 第一个是居处的问题 这个我们就要 根据经文的这些要点 来去实际观测 第一个 我们安静和睡眠的时候 一定不能有风 所以比如说 你为了通风 可是另一位同学 他比如说在读书 在静坐 甚至在休息 那你这个时候 肯定不要通风 你可以在两个人 不在的时候 打开窗户通风 甚至于 在 大家都不在学习和 安静状态下 打开通风 那么这个时候通风呢 你可以开的窗户稍大一点 不要让那个门窗的缝很小 不要进这种贼风 然后如果冷呢 可以穿得厚一点 你有意识的避开就没事了 另外呢 你晚上就不要通风了 因为外面的浊气很重 一定是白天 清气足的时候 你去通风 另外呢 你遇到一些大雾的天 尽量不要通风 除非你很憋闷 因为那个雾气伤了 所以要避那种雾气 这是关于宿舍通风的几个要点 那我想说 我不知道大家的宿舍的情况 没进去过 那你不方便开窗户的话 开门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它外面是走廊嘛 它不会有剧烈的封禁 那有条件 你像外面晴空万里 你这个时候打开窗 你闻闻那个气势不一样 那个清气足 你开窗当然好 所以我也会遇到这种天 赶紧冲回去 把窗都打开 不要错过了这个 换空气的宝贵的时机 第二个运动问题 也问得很现实 古人是说 冬天的时候 尽量不要大喊 所以冬天的运动 我们不提倡过于剧烈 不要除寒太多 其他的季节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呢 一般也都要着这个 长的衣服 然后你出完汗以后 不要马上脱 这个时候要把汗用毛巾擦干 然后等到汗消了之后 一定要赶紧换衣服 你马上脱会受凉 所以你先擦汗 擦完了以后 你不换衣服 湿气会侵入 所以我们运动时候 要备一个衣服 可以更换 当然在我们可以操作的前提下 你实在没有办法的话 可能要回宿舍换 那也尽快的 就是不要让湿衣服 久久的接触到皮肤 这是古人教给我们的 老老横眼里讲的出汗 怎么应对的一个原则 那冬天呢 避免过汗 因为这个时候人体 在一个储存的状态下 所谓冬天就是农历的 其实是从二十四节气 立冬到立春这之间 我们尽量少出汗 你运动以这种缓慢 舒缓的为主 当然还有一个角度 就是固有的习惯 不要骤改 你说我每天都大量运动 突然听完今天的课了 我就不运动 你也会觉得不是 也要慢慢慢慢的去调整 不要突然来个急刹车 身体没有那么快 同样我们从来不运动 你说我今天要开始运动 然后就跑步三小时 你看那就昏倒了 人受不了这样突然的改变 好 以上恢复 不用客气 43分 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养神 然后也是情绪的波动会影响健康 那么感觉就是说 因为之前杨医师有会过来给我们扎针 然后就说我们大家普遍干预很严重 就是感觉说可能很多时候学到的这些东西还不能内化 所以可能这种忍或者是一种忍耐 然后可能是就是从知道到做到还是需要距离 那么多说的时候可能会憋在心里 那么这种这种有时候也别忘了 但是那个病痛就存下了 然后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是想请教一下 比如说我们短时间之内 可以怎么样去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情绪 不让那种存在自己的体内 那么常识的话肯定就是用经典来去修 所以就想请教一下 好 谢谢 这是很实际常见的一个问题 我个人有一个另一个角度的观察 就是从一般人的世界中 因为一般人他不一定修行 所以过去佛陀为什么找医生要找奇婆神医呢 因为世间的医生治不了佛陀的病 那我的体会就是因为他没有经过修行的过程 不了解修行的历程或者不甚了解 你像我们修行一定要从克制欲望入手 我们又不是从小学 我们很多欲望都养成了 习惯也养成了 那改不可能不花力气 不可能让人很舒服的 这个过程难免会形成情绪的激压 当然我们尽量用经教去疏解 明理 也可以用音乐 诗歌来疏解 但是你还难免有些疏解不掉的 有的人就会为这个而困惑 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如此烦恼 我有长期观察过修学团队他们的身体状态 早年确实大家都会卡在那 到后面经教的理听的比较多了 会灵活的全变了 他被卡的就越来越轻 然后调伏烦恼的功夫有一点得力了 也会卡的越来越轻 所以到后面身体会越来越好 他的前途是光明 困难是一时的 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 而忽略了远方的光明 你不说 哎呀 修行会造成干预 那别修了 那别修了 不干预 会有烦恼等着 会有怨恨恼怒烦等 也未必没有烦恼 所以这是我对这个问题另一个角度的认识 那我们眼前有一些干预 也不用太过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很多的方法解决 像杨医生帮大家扎针 用药可以解决 你用高级的办法 太上至神 我们通过音乐 诗 你也可以解决 有时候 为什么古人要吟诗 吟吟诗 自己藏了一些情绪 也不知道 吟吟就疏解出去 有的时候吟吟 这个灯灌雀楼 古人那种胸襟 一打开 也就解决了 全公讲灯灌雀楼 全公讲自己的例子 他也遇到很严重的人事挑战 他说我每天早上开车 就用灌雀楼的方法 灌小眼方 嘴角上扬 然后念佛 缓半个小时 这样撑过了三年 他也可以解决 音乐 诗歌 诗的因素 当然你通过治疗 是他已经对身体造成伤害 你按一按肝筋 或者多拉拉筋 因为肝 齐滑 在目 肝 肝 筑 筋 那你通过筋的拉 还有多亲近大自然 你树木 东方青涩 入统于肝 那个树木的植物是有能量 有人说我把桌面背景调成树 我试了 没有明显的效果 对我试了一段时间 没啥效果 它没有天然的能量 所以不是绿色 扬眼 而是树木本身的那种能量在滋养 我们多心情不好 你多去走一走 拉拉筋 也可以 还有运动 为什么有的同学说 我运动以后 好像情绪就能舒缓 因为主要是筋的拉 你通过色身的打通 让气血流通 也能把堵住的那些气给带走 那堵住的气一带走了 你会感觉情绪瞬间就没了 但是你如果肝火很抗盛了 你肝瘀 肝瘀你可以听一些绝调的音乐 那肝怒呢 也听一些悲伤的乐曲 我也试过了 我听听悲伤的乐曲 情绪也会迅速的下降 因为悲是怒 这是古人的妙用 极悲的曲子 会让瞬间你就正好跟怒就平和了 那你肝气瘀呢 听一些绝调的音乐 疏干的 包括我们有的学长说 喜欢听梅花 梅花止调的 绝调止调的 这种上扬的 积极的一种音乐 舒缓积极的这一类音乐 也有明显的疏干的作用 另外大家不要被干瘀 这个给限制住 这个温病学上 万病皆从一个狱子 郁闷的那个狱 它是一个对疾病的认识 你肝脏的问题叫干瘀 疲的叫疲瘀 这是一个学派 对于疾病认识的一个总体认知 他跟我们讲的抑郁症 那个抑郁 你不要等类的花 花等号 这是两个医学概念 他只是讲那个地方 有一些异常 有一些不通常 不用客气 好 今天就跟法师和诸位学长 报告到这里 有不妥之处 也请大家多多批评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